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來自超過30個國家、聯合國及敘利亞交轉各方的代表團 在瑞士召開期待已久的和平會議 敘利亞總統阿薩德的政治未來一直造成分歧的一項問題 美國國務卿克里星期三占銳批評了敘利亞政府 克里說在敘利亞危機開始的時候 政府軍針對和平示威使用武力並且不斷加劇 他說由於敘利亞政府和反對派在阿薩德何虛何重的問題上有分歧 一個經過雙方同意組建的過渡政府不能有他的位置 克里說根本不能想像一個殘忍對付本國人民的人 能重新獲得執政的合法性 敘利亞外長穆亞里姆對克里說 只有敘利亞人才有權選擇他們的總統 多謝